舍妹之案一点颇多 所舍皆罗家人 我父亲为罗府家主 他立书作宝 恳请福尹大人准罗家保释舍妹 再详查此案 罗府救人心切 本官可以理解 但杀人重案 且人证物证俱在 不可作为家事了结 乔小娘的尸体失踪了 请问福尹大人如何断定 如丫鬟所说 她是被毒死的 凶犯狡诈 欲毁尸灭迹 可当时舍妹已经入狱了 或可指使他人而为 指使何人 可有线索 照你这么说 我们府衙查案 在定罪之前 便无法扣押任何嫌犯了 失礼了 舍妹出事 晚辈过于心急 可如今被害人都找不到 凶杀何以成立 昨夜之事 想必福尹大人已经知晓 若舍妹蓄意谋害 又为何险遭灭口 昨夜劳理之事 罗省元这么快就知道了 消息真是灵通啊 事关舍妹性命 晚辈不敢大意 若福尹大人想要查清此案 那舍妹必不能出事 我愿以所有身家性命作保 恳请福尹大人成全 启禀福尹大人 落后他进了大牢 谁干的 侯爷 是谁伤了他 是谁伤了他 回侯爷 是犯人乔武 现在已被所在刑房 你们两个 去把自己关到刑房里去 是 妹妹 妹妹 没事了 没事了 不是他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妹妹 你放开我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妹妹 妹妹 我知道你恨我 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 你给我一次 就一次 我不会跟你走的 陆侯爷 这里实在是简陋 不适合您身份 这么尊贵的人过来 你 陆先生 你干什么 你放我下来 你终于肯叫我名字了 你放开我 妹妹 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疯了 陆侯 您不能带走犯人 高所夫妍 人我带走了 有任何事情 到安北侯府来找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陆家旬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把人放下 三哥 放开我 又是你 我已保得千万后审 不劳侯爷费心了 放开我 三哥 你放开我 今日我要带他走 谁挡我 我就杀死你 在下奉陪 不要 三哥 不要 不行 三哥 若是你今日伤了我三哥 我不能替他复仇 我便一丝想随 若有人出事 陆侯想清楚了如何交代 我已经说过了 让他到安北侯府来找我 你放不放 若是你不放 今夜我就死在这儿 一临 一临 你用人命官死在身上 罗夫护不住你 我可以 我没杀人 不需要你护着我 我只需要你放开我 放开 那是呀 我不敢 我akers 就谁 又要你 我送你 你乖 我 你不是 我 你不是 我 我 你不是 我 我 去找翘翘娘的 还疼吗 救我的人 也是三哥的眼线吧 她妹妹做好 让你受惊了 音音 音音 秦姑娘应该是撞到脑子了 才会眩晕 老夫这几针下去 应该问题不大 回头再让人送几碗 活血化鱼的药丸来 多谢丽大夫 有劳李大夫了 好 有劳了 请 母亲 谢谢您 一举以来这么相信我 其实这次 你父亲也很护着你的 他特意不让人去找尸体 还写了纸保文书 那个 大娘子啊 辛苦你照顾了 我就先回去了 多谢父亲 你 就说 好好僵养着 其他事情 你不必管 你也出去吧 处在这里做事 没想到 还真让罗慎元给接回来了 但听说七姑娘被乔武伤到了头 回来时已经晕了一回了 那丫头从小身子就不好 也不知道伤得重不重 别哪天一犯晕掉进水里去了 看着够呛 走吧 姑娘 你这才好些 还是别在外头多走动了 我这几日被关得憋闷 想出来透透气 姑娘 回去吧 风大了 别用手寒了 我出来才没多会儿 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戴了个手帕 这帕子呢 姑娘别急 我去找找 赵妈妈 果然是你 看来大伯母还真是心急 如此不择手段 七 七姑娘 您说什么呢 老奴 不过是看七姑娘 站在池塘边有些危险 想要扶您一把 那还用得着你狡辩吗 你派去臣府别院处理东西的人 已经被我抓了